尽管是被判犯规 我觉得在我们心目当中 你们今天做的是非常非常棒 非常非常出色 我不知道 正在等待最后排判的 最终的判决的时候 你们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和想法的 因为我看那个上面大屏幕 一直都在犯 就是放那个韩国摔倒了 把加拿大就是半摔了那 还有最后他阻挡放个心那 然后我们就想 其实我一直都在祈祷吧 因为结果没出来之前 我们确实不知道是 到底是谁犯规 然后我心里就想 我们真的是为了中国而战 就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最后都是 划出了自己最真实的水平 但是我觉得结果出来之后 我确实是比较 对结果比较失望 因为我觉得虽然我是参与者 但是我越来越看不懂短道了 其实在前面 我们一直以来划的是很干净 而且之前加拿大和韩国 你们可能看不到 在后面其实碰撞是比较多的 对因为我们就是最后都是领先的嘛 然后我就是我能看见对手滑的时候 就是一直加拿大都跟我们拉开了 然后我们就一点也没着急 就是想好最后还有几棒 然后就要这样怎么打好后来 后来几棒 其实我觉得今天最起码应该是一个隐瞒 你们最后看懂了是判在哪吗 判咱们这个犯规在哪吗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中国队为什么犯规 对 其实我当时有一个冲动 我想去找裁判了 我想问问他中国队 到底是哪犯规了 因为所有整个大屏幕全都没放 中国队哪里有碰撞 在哪儿 规判我 使他们就是杰搏 他们从中完全都尽感到 rapidement 龙图